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家長為子女找學校時找名校是很正常的 正如我們去找食物、找地方住 用品找有牌子的正如有保障店 但是家長也要注意 在教育來說 名校未必適合兒女 因為她是名校 但是子女的能力和他們是否相符 如果不相符的話 產生的壓力 就等於別人是打甲一組聯賽 我是要打月組的 如果變成月組打了甲一組便會產生壓力 所以名校未必適合兒女 就要留意 而用虛假地址 不真實情況之下 情況更加令人感到擔心 我們跟這些家長解釋 林凱小朋友可能幼稚園不是名校 但是因為臨力基礎得好 然後上到很名的小學 或者去不到名的小學 但是因為他基礎得好才入去名的中學 或者從來都入不到香港大學 但是他之後讀了鄉大學的教育 所以我們家長要注意 明校可能又加上心理狀態 或者對學校條件有一定的質素補正 但是家長要明白 明校未必很適合兒女的學校 我不是說一定不適合 但是一定要恩財施教 即是配對得不適宜 小孩子健康成長 即是我們留在他 在月祖考了第一之後 然後才升上甲草 就不可以在甲草挨到最後 然後被迫 然後才轉到月祖 然後才轉到心理狀態 家長要注意 如何讓子女在早期的時間 好像跑場跑那樣 跑上了 然後加速 不要一開始用完所有的能量 然後捱壞了心理狀態 之後就難以復生 請家長要細心考慮